北京終於對香港反抗力量的領袖落手 出手之重超出了很多人的預料 這樣不能不令很多人去認為 這個不僅是對制裁林鄭月娥等11名香港 以及中共高官的回應 亦是對特朗普一系列打擊的回應 其中包括派高官訪台、撤斷 或者終結中國社交和傳媒網絡的美國的應用 問題是既然來美國大選已經不到三個月 既然中國最近一再表示要緩和與美國的緊張 這樣的話為何不再忍一忍 非要在這個時刻對黎智英的父子 和香港的反抗人士下如此獨守 而不惜進一步激怒自由世界的輿論和民意 他們不怕這樣做會幫特朗普勝選連任嗎 我的解釋就是北京知道無論以甚麼方式 中共再沒有解放台灣的可能 美國和整個自由世界絕對不可能 以犧牲台灣人民的自由來和中國和平共處 在這個前提之下 如果中共不能徹底平息港人的反抗 就不單止會鼓勵港人堅持抗爭 而且會鼓勵更多的內地人奮起抗爭 這是中共最大的惡夢 因此為了防止這個惡夢成真 北京已經顧不了那麼多了 自從習近平罕言出台《港版國安法》以來 美國和整個西方對中共的認知發生了急劇的變化 單單是兩個月的時間 不單止是中國當權者 連普通中國人都認識到 他們面對的已經是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 通過海內外中國人官方和私下的言論 不難了解到中國國際環境的急劇惡化 對所有中國人帶來了極大的震撼 我的一個觀察就是 不少中國專業人士過去是私下對習近平非常反感的 在特朗普接二連三對中共的沉重打擊下 他們反美 尤其是反特朗普的情緒反而上升了 對習近平就變得比較認可和支持 這個變化一開始令我感到有點吃勁 大仔細地想一下就覺得可以理解 我並不認為他們的這種轉變 主要是因為中共洗腦和宣傳的結果 而是因為很多人看到在美國打擊之下 習近平定於一尊的權力體系崩潰有現實的可能 看到了由此帶來的巨大的不確定性和混亂的危險 也就是說這些人原本並不喜歡中共 不喜歡習近平 但就和中共高層一樣相信美國人不敢和中國脫勾 更加不敢和中國打仗 這兩個月來 事態的急劇發展從根本上動搖了他們的信念 他們開始相信這條大船是真的會沉的 而政策是出於對沉船的恐懼 他們的政治態度變得似乎對習近平保住自己的權位更加有利了 理解了中國很多中產和專業人士的這種心態 也就不難理解雖然習近平就是面對他上台以來最嚴重的形勢 他馬上下台的可能性並不大 不僅中共的高層 整個中國大陸的中下層 都沒有辦法想像習近平的權力體系的崩潰 對自己意味著甚麼 是這樣的話 習近平能不能夠利用這種對自己有利的心態 度過難關 進一步穩住自己的權力吧 坦率這樣說 我真的看不到這樣的可能性 主要的原因就是我看不到他有這種自我調節的能力 這其實是中國問題的癥結之所在 由歷史的角度來看 今天的中國絕對不是無路可走 而是有很多前所未有的良機和選擇 是這樣的話 為甚麼中國由上到下有很多人 有一種末日臨近的恐懼和焦慮呢?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會去思考這個問題 但我相信美國不斷加快的脫蹤步伐 正在逼使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去思考這個問題 我當然更加希望 美國即使不怕打仗 也不怕失去市場對華策略 能夠幫助中國早日走出今天的困境 這是梁基的評論 歡迎收聽自由亞洲電台 我是趙子浩